問一下說 新北市長侯友宜不斷喊話要全面快篩 楊市統確診 想請問中央無法同意的原因是什麼 是實行上有什麼困難嗎 第二題是想問一下 有民眾發現不少新北市民 都跑到外縣市篩檢 是否新北的篩檢量能不足 他們有曾經向中央求援嗎 那中央會幫忙 架設篩檢站嗎 謝謝 沒有 只是說侯市長說全面快篩 同確診 不要只有這三類人 那想問一下中央無法實行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同意的原因是什麼 我問說 那為什麼呢 要做什麼用 因為他講說就是這樣子做的話才能夠 比較快速 快速確診 或者快速投藥 或快速隔離治療 大概就分做三個嘛 第一個 快速隔離治療 那你限制了人生的 自由 這裡面會有7%到15%的人是偽陽性 那事後在法律上面 你沒有在他確診的時候 確定他是一個需要被隔離治療的人 而 把他隔離治療 這樣的一個行政上的處分 是否過當 這是第一個要去思考的問題 第二是快速給藥 那同樣的 有7%到15% 他不是確診的病人 他是不需要服藥的 那這些EUA的藥物 在不確定他確定的病人 確定的一個病人的情況之下 你給藥了 那發生了副作用 那個醫療的責任是誰要來負 這都是要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不是一句話說 試同 這樣就可以 沒有 有試同希望的 要快速治療的人好 可是對於不適的人 那就被不當的限制人身自由 那吃藥有效果的很好 那不需要吃藥的人 而吃的藥產生的副作用 那誰要負責任 這有醫療責任歸所的問題 所以這是需要思考的 不是快就好 當然希望又快又好 大家一起來努力